下了一夜大雪的前進村 像冰封大地一般 通往關懷戶劉大爺家的小鏡 更是積了厚厚的雪 志工踩著淵墨50公分的積雪 要去執行愛的任務 大爺 我們來了 哎呀 這雪這麼深啊 聽到志工的呼喚 劉大爺步履滿山的前來開門 志工一進家 發現整個庭院都是積雪 又是一陣心疼 你自己幹不過來 你就找我們就行 哎呀 我想找你們 你們誰家都過日子 誰家都過日子 你看我們大家幫你一個人就容易 你自己幹不過來 沒錯 哈爾濱慈濟志工 這天的任務 就是要幫獨居的劉大爺除雪 志工把所有能清除積雪的工具 都用上 一連做了三天 劉大爺深受感動 進暖鍋子了 希望我們幹活了 沒有 沒事 我們都年輕 我們都心甘情願的 年貴一不去 為了安撫顏面掉淚的劉大爺 志工送上飽暖的坎肩和冥褲 也寬慰他把志工的付出 當作是對他的孝行 哎呀 這樣些醜的也亮他了 也雪都沒了 是不是啊 是 謝謝啊 媽媽你快點歇一會兒吧 其實這人真好 這幫人的 都那什麼 都那麼心甘啊 又眠苦眠一點 那什麼 又是那吃的 那對著都太好了 積雪清理完了 劉大爺辣了好些天的牧羊工作 終於又能無常進行 晨曦照耀下的老人和羊群 成為北國如畫景色當中 最美的點綴 帶來新聞 追善美志工 曾燕平 劉豐偉 曹宇 黑龍江報導 不敬其他人 在這裡 有些人 有些人